喜欢本故事 别忘了在故事下方 礼物赞赏一下 我有些焦急地说道 现在怎么办呢 可待下去的话 我们什么都看不清楚了 现在还能透过雾气 并想看到一个轮廓 但随着时间继续推移 我们肯定是连同伴都找不到 到时候可就麻烦了 而且这些白雾 不会平白无故地出现 里面肯定藏着什么恐怖的东西 马如龙突然大声地说道 把包裹带上 速度往后折 帐篷不要了 我听他的声音 和平常说话的音调 似乎不一样 我顿时有些发毛 连马如龙这老东西都不淡定了 现在情况绝对是不容乐观 诸然之间 我仿佛听到一阵嘈杂的声音 那声音就像蛇在吐鲜子一样 而且距离我们很近 胖子鬼哭狼嚎地叫道 猫呀 快跑 他娘的附近有蛇 我随手抓起包裹 再疯狂地跑出营地 在这种大雾中奔跑的感觉 是非常难以形容的 我每一步都仿佛踩在悬崖边上 但是却要不得不闷着头 再往前冲 还好周围地是比较宽阔 我们不至于碰得鼻青脸中 这会儿我们一个个都变成瞎子了 能看到的只有白萌萌的雾气 不过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是 那些蛇吐心子的声音 并没有立刻停息下来 反而是时不时地在耳边响起 我这会儿背着包裹 已经跑得气喘吁吁 却没料到这些蛇的速度如此之快 刚才我们几乎是一听到那嘶嘶的声音 就立刻撤出营地 为什么这些蛇还能追上来呢 世界上有速度这么快的蛇吗 一伙这是别的东西 胖子尖声叫道 听到 我怎么感觉声音就在我们不远处啊 而且还越来越密集了 西庄男打着手电筒 在雾气中小跑着问道 能不能扔一颗手榴弹 炸开这些白物 阿如龙说 不行 我们现在什么都看不见 手榴弹扔出去的话 可能会伤到自己人 此刻他们两个已经显得很狼狈了 突然之间 我听到了一阵巨大的枪响 下意识地捂住了耳朵 这么大的枪响肯定是重机枪发出来的 顿时我全身都鸡皮疙瘩瘦了起来 这他妈要是凯瑟琳发了神经 抱着重机枪四处乱扫 我们全部会被打成两截的 不过还好 凯瑟琳一直对天空扫射着 他似乎想借助重机枪打出的子弹 来吹散这片白雾 马如龙的声音从一旁传了过来 别浪费子弹了凯瑟琳 果然 子弹扫出的热浪 只略微冲散他身边的雾气 我回头去看的时候 凯瑟琳周围的白雾似乎薄了一点点 不过很快那些雾气又重新淹没了他 这些白雾真不知道是怎么控制的 如此巨量的雾气渗透出来 肯定是我们无意中触动了某种机关 他虽然没有毒性 不过已经屏蔽了我们最重要的感官 现在我们几个人完全陷入一种恐慌之中 哪怕是凯瑟琳他们也不例外 我突然听到胖子传出一阵杀猪般的惨叫 那声音似乎不太对劲 不像是摔倒什么的 胖子 你怎么了 我有些惊慌地问着 生怕胖子出了什么事情 胖子带着哭腔就喊了起来 妈的 老子脚被咬了一口 完了完了 伤口开始发麻了 一口咬下去就发麻 那肯定是毒蛇 而且毒性不会小到哪里去 更加可怕的是 现在那声音居然愈发地密集起来 我们已经完全陷入到毒蛇的包围圈之中了 王元潮提醒胖子说 把鞋带抽出来 绑在膝盖上打个死结 千万不能让毒血流到心脏里面去 没事 胖子我暂时撑得住 暂时破了点P 你们小心一点 这些蛇有些诡异 娘的 隔着鞋都能咬到我 这玩意儿牙齿估计很长的 我倒吸一口凉气 要知道 我们穿的鞋都是马如龙精心挑选的 听王元潮说 这都是外国军队用的东西 好几千打烊一双 用成年牛皮缝制而成 平时用匕首戳一下都不会破的 现在居然被蛇给咬开了 这他娘的要是咬在腿上 不知道会弄出多大伤口来 现在的我 已经开始有些绝望了 周围蛇土信子的声音响成一片 胖子被咬到了脚 我们甚至都看不清楚 白雾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这一切几乎都宣判了我们的死刑 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不过就在这时候 我的心突然咯噔了一下 从刚才开始 我似乎一直没有听到张三炮的声音 这家伙好像莫名其妙失踪了一样 要知道 虽然我们看不清周围的环境 但如果是往后撤的话 其实只有一条路 只要张三炮还在 那就绝对跟我们是在身边的 为了验证自己猜想 我大声吼了几声张三炮的名字 不过却没有人回应 胖子好笑地说道 这家伙不会给吃了吧 不对 我连连摇头 大脑几乎马上切换到 张三炮之前留下那三个死字上 他那时候 会不会已经看出什么蹊跷了 只不过碍于马如龙在 没办法跟我明说呢 三个死字 刚好排成一个倒三角的形状 我突然间一排头 原来这家伙是往前走的 他在跟我说 左边右边 还有后面全都是死路 只有往前走才能逃生 难怪为什么我们越往后跑 那些蛇土信的声音就越是密集 真相就并非那些蛇的速度有多快 而是我们自己傻乎乎地 往蛇窝里面钻了 这会儿我也顾不得 会不会被马如龙听到 我大吼了一声 当先往前跑去 远昌 胖子 听我的话 别问为什么 马上掉头往前面跑 快 这一下完全是赌博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 不过即便是猜错了 我们往后退 估计也是死路一条 倒不如博一把 说不定单车变摩托 还能捡回一条小命呢 我喘着粗气 跑了一段距离 突然有些狂喜地发现 周围蛇吐心子的声音 真的没有先前那么频繁了 想了解更多 这次说不定是否在一起 事物啊 我现在不能走